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看风云节目 我是雨萱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刘建昌被西方称为披着羊皮的狼 将任中共新外长 今年除夕不放假 网上发起除夕节倡议 王志安上台湾节目嘲笑惨几人 遭到处罚 五年不准赴台观光 多家赞助商终止和这个节目合作 中共前外长秦刚被免职的原因 官方至今没有公布 日前 中共官员罕见地回应了这个事件 中共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 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 人事变动不足为奇 欧洲政治人物也会被解除职务 傅聪接着说 如果他们做错了什么 那结果就是这样 但这不代表我们的政策有所改变 我不认为这件事影响我的工作 虽然欧洲政府官员因犯错也会被免职 但他们通常不会突然从公众视野中完全消失 而秦刚在去年6月25日 在北京会见了斯里兰卡 越南两国外长 以及俄罗斯副外长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生死不明 中国外交部长这个职位 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 忙于长期接任外交部长也不合适 近日 新任外长人选终于浮出水面 很多观察家都注意到 中共中联部长刘建超近期访问美国 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等拜登政府官员进行了互动 华尔街日报报道 一位美国官员透露 中方当时基本上是告诉我们 刘建超将成为下一任外交部长 他们传达的资讯是 他将做更大的事情 据知情人士透露 刘建超很可能在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 获得正式任命 下个月就60岁的刘建超是吉林人 是翻译出身 曾长期担任外交部发言人 他现在是中联部部长 主要负责和传统上的朝鲜 越南等共产国家打交道 与许多前任外长相比 他没有与美国打交道的经历 因此他能坐上外长的位置 这在中共外交部十分罕见 那么刘建超是如何取得习近平信任的 知情人士透露 习近平尤其看重的就是他的忠诚 之前盛传秦刚是因为泄密而被免职 所以强化外交安全 就成了外交部的一个重点 刘建超曾是中共猎狐行动的主要人物 猎狐行动是中共的一项秘密的全球行动 就是去追捕那些逃亡到其他国家 涉嫌腐败的中共官员 知情人士说 正是因为刘建超在党内的经验 以及他展现出的政治忠诚 才得到高级外交官的推荐 去年夏季 秦刚被免职后 习近平在物色外交部长接替人选时 刘建超的名字排在候选名单之首 有意思的是 刘建超已被西方封为披着羊皮的狼 本月初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举办的论坛上 他否认中共有所谓的战狼外交 在论坛结束时 美国外交协会主席傅罗曼对刘建超说 我甚至可以说 你是披着羊皮的战狼 引发一阵笑声 与秦刚不同的是 刘建超这次访美期间谈及台湾议题时 用字潜词相对温和 不过外界认为 刘建超如果升任外交部长 并不意味着习近平敌视西方的外交政策有所改变 秦刚失踪一个月后 由王毅兼任外长 习近平是迫不得已 但为什么当时不让刘建超担任外长 中国问题专家王赫认为 可能习近平当时对刘建超还有所顾忌 而现在选用刘建超 说明习也是迫不得已 有可能是因为中共外交处境非常糟糕 除夕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很多人都会在这天回到家 和亲人们一起过年 然而去年10月25日 中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2024年新年放假安排 宣布除夕当天不放假 引发众多网友强烈不满 官方为什么这么安排呢 外界普遍怀疑是因为避习近平的会 因为除夕与除夕谐音 意思就是除掉习近平 日前有民众倡议除夕当天 大家都在社交平台上发除夕快乐 专家表示 这是一种民间政治行为艺术 表达对习近平当下路线政策的不满 有可能导致政局突变 中共官方宣布 今年的法定假期是从初一到初八 也就是从2月10日至17日放假 让人意外的是 9日大年30的除夕却不放假 这让很多人崩溃 因为除夕这天是一年之中最盛大的节日 很多一年到头在外工作的民众 都会回家过年 除夕夜吃团圆饭 是家庭和睦兴旺发达的象征 取消除夕放假 就意味着在大年30 有很多民众还得坚守工作岗位 这让人感到很难受 1月25日 你单位宣布除夕放假了吗 成为网络热门话题 一度冲上热搜 半天时间浏览量就达到1亿 当局声称 今年假期体现出更加人性化 比往年多放一天假 9天假期是史上最长的假期 却没有解释为什么除夕不放假 有网友说除夕都不放假 还算得上人性化吗 还有网友传闻说 借到上级通知 2月9日当天 严禁在各大媒体 网络平台 用除夕一词发表作品和评论 以后每年取消除夕假日 改用大年30 网友纷纷测试后 说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有人说已经试过了 网易上回贴用不了除夕这词 也有人说 微博刚试了 发个除夕快乐就被删了 抖音评论除夕别人看不到 日前海内外社交媒体上 流传一份全球华人除夕习 云新春 共度除夕节倡议书 呼吁大家利用微信朋友圈 抖音视频等 在除夕这一天发出祝福 向除夕快乐 快乐除夕等 以消除来年的灾难 有网友说除夕习过新年 每年除夕家家都开宴席 宴席暗值讨厌席 社交媒体上 传出清华退休教授 林海撰写的春联是 上连 去毛病普天同庆 下连除恶习大地回春 横批国泰民安 前北京律师赖建平表示 这是一种民间政治行为艺术 他们要通过这种方式 表达各自的不满 表达对习当下路线政策的不满 甚至希望聚集力量 推翻中共当局的个人独裁统治 现在天时地利就差人和 如果人和能够做好 那么2024年 发生某种突变也是完全可能的 中国前央视记者王志安 日前到台湾脱口秀节目 贺龙夜夜秀做客 嘲笑台湾选举造势场合出现残疾人 还做出模仿的举动 引发外界不满 但节目多家赞助商表示终止合作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及民进党 国民党立委也发生批评 台湾陆委会表示 王志安明确违反相关规定 将予以处罚 英民署表示将废止王志安入境许可 并管制五年不给他来台观光许可 目前旅居日本的王志安 以自媒体人的面目出现 把自己伪装成反共人士 不过外界质疑 他是中共安插在海外的特务 以小骂大帮忙的方式 干扰人们对大事件的认知 中国问题专家唐靖远认为 中共安插到海外的大外宣特务 无论如何伪装 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在重大问题上 与中共保持立场一致 自媒体人李沐阳透露 台湾一位长期联系我的朋友 给我发消息告诉我说 以证实证实王志安 是台湾国安局列策的 中共高级国安特务 贺龙夜夜秀近日邀请王志安上节目 王志安在节目中说 台湾大选造势场合 如同演唱会 还把残疾人士推上去煽情 并做出模仿残疾人的动作 节目播出后 许多人都认为 他是在影射民进党不分区 立委候选人陈俊汉 陈俊汉患有先天性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全身瘫痪 后来因电热坦燃烧 造成两条腿的小腿部分节肢 但他奋发上上 获得哈佛大学法学院硕士 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博士学位 拥有律师会计师执照 并被提名为 民进党不分区立委第16名 也就是说 陈俊汉是身残之间的 励志人士的一个典范 让人不解的是 对于这样一位优秀的人才 王志安哪来的优越感呢 怎么会在节目上模仿嘲笑他呢 王志安利用这种开算取乐的方式 对台湾的选举制度 进行一种不易察觉的娱乐化 甚至是丑化 据中央社报道 陈俊汉表示 他知道那位前央视记者在善笑他 他看了也只是笑笑 不过他比较介意的是 王志安在节目中 批评台湾民主选举好像一场秀 这一点他很不能接受 陈俊汉说 中国连选举的自由都没有 却回过头嘲笑台湾民主自由的选举方式 我觉得很荒谬 不少网友在批评该节目的同时 也列出节目赞助商 要求赞助商撤销赞助 也有人到赞助商的脸书留言踏伐 被点名的德国Emma床垫 24人率先在脸书贴门表示 贺龙夜夜修中的言论 完全不代表德国Emma立场 目前已暂停所有合作 同样终止赞助的还有Yoshi 第二情趣 政级坐店 吉拉丹麦芽 苏格兰威士忌 以及微讯 针对王志安在节目中说 台湾民主就是个笑话 选哪个都没差 台湾激进党24日透过脸书表示 台湾民主不是笑话 即便过程有血有泪 有挫折有光荣 大家可以不投台湾激进 但别说台湾人投票这件事情是笑话 台湾激进党决定提告贺龙夜夜秀 与其背后的萨泰尔娱乐公司 并要求民事损害赔偿 民主党主席柯文哲在脸书表示 脱口秀固然有票房考量 但是面对弱势的一方 应该展现更多的同理与温暖 民进党立委林静怡 洪生汉和国民党立委陈宇珍等 也都纷纷谴责王志安没有同一心 事后王志安在X平台贴文 声称他很快就加入日本籍 再看民进党还敢不敢不让他入境 日本神护士议员尚田宽宏 在X平台转贴王志安的贴文并表示 王志安入籍日本的真实性不得而知 不过他将支持站在尊重人权的台湾这边 并为此采取行动 有日本网友留言指出 王志安到日本才四年 连申请入籍的资格都没有 还敢讲我很快就会成为日本公民 也有中国网友说 王志安都不会说日语 连最基本的条件都不够 到哪里去加入日本籍啊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请记得点赞 订阅 留言 并分享给您的朋友 试试变换 小看风云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中文字幕 杨茜茜茜